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肺癌在2010年大癌症死因中首度超越肝癌后,至今已缠联绑首连续7年,肺癌患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,且大部分患者都不抽烟,很可能与日渐严重的空污有很大的关系。 据三例报道,胸腔重症医师苏伊峰表示,台湾肺癌患者大部分都不抽烟,男性患者中有五成不吸烟,女性患者中则高达九成,以他们诊所接触到的肺癌患者中,不抽烟者有六、七成,患者年龄也有年轻化的趋势,原因跟空污脱不了关系。 苏伊峰指出,空污悬浮威力由大到小分为下午五时,下午十,下午二点五,颗粒越小就越易钻入肺泡,下午五时是眼睛可见的临结值,鼻腔的粘膜细胞会挡住下午五时,累积变成鼻涕,鼻屎,小到看不见的下午十可以进入喉咙,不过喉咙也有粘膜细胞阻挡下午十,下午二点五体积。 最小,无法被鼻腔,咽喉粘膜细胞阻挡,能进入肺部,肺泡,甚至血液循环系统,虽然血液中的巨石细胞能吞噬入侵物,但巨石细胞无法消灭属于无极物的下午二点五,反而会破坏免疫系统。 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教授谢明哲表示,物理防御,免疫反应为免疫系统的两大防线,物理防御就像皮肤,粘膜细胞,能阻挡外物入侵,免疫反应则是当物理防御阻挡不了时,由巨石细胞吞噬入侵物。 要增强物理防御,需要足够的维生素A,维生素C,是皮肤,粘膜的细胞能紧密排列,抵挡下午五时,下午时,加强免疫系统则要有足够的维生素B,维生素D,维生素E,铁,心,帮助减少下午二点五导致的免疫细胞破坏,发炎反应,维持免疫系统正常运行。